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我們看到說今天台股表現 稍微弱了一些 是下跌了45點 來到1萬2千157點 而台積的法術 也有最新消息出來 這個包含了Q2的存益 還有EPS都雙血新高 而且上半年 美股是賺了9.17元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事實上他的法術會的獲利 應該是比預期要好 那到底是 接下來我們當然 還持續在關注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 走到這個行情來說的話 我覺得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說 現在你可能要把風險意識 稍微放高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就整個盤面來說 出現一些不太好的訊號 包括說你可以看到 糯米台股的指數來看的話 它已經五日線已經跌破了 而且五日線是在往下彎 現在大概約莫是在上升的 十日線所謂的這個位置 所以它短線可能會在這邊震盪 所以這個策略就是 你千萬不要去追高 當然今天非常重要重點 就是台積電的法術會 台積電的法術會來說的話 如果今天講得真的不錯 那明天的股價怎麼反應 如果萬一明天是用一個 利多出進的方式去做 這個反應來說 那對整個盤面 殺傷力會滿大的 但是如果明天是在利多之下 還能夠再持續再往上漲 或許台股還有機會 在這個地方持續的升降 看倒是說優於採測的預期 39%到41% 那滿亮眼的 所以才說比預期好 預期之後 那怎麼樣去反應 它後續的這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才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已經連續拉回兩天 所以如果它明天再拉回 那就真的非常不好 明天如果能夠往上漲 那當然是一個好事情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再跟大家講 有幾個重點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個 生技股不能夠再跌了 因為生技股已經連續大跌 連續大跌的時候 我們剛才不是講它是玩咖嗎 玩咖的時候 玩咖我們知道 在夜店裡面的玩咖 都是很重視氣氛 那時候燈光美 氣氛家 看起來都特別漂亮 但是你白天一打開燈的時候 完全完善 現在就是這樣 你看你如果這個生技股